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 正在讨论将原定的 2025年1月开始的石油增产计划 延迟到2025年第一季 并将在12月5日延迟举行政策会议之前 进一步会谈 消息带动国际油价维生 美国针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发动制裁后 俄罗斯卢部队美元急扁 最低触及114鲁部队1美元 创乌俄战争以来最低纪录 俄罗斯央行出手干预 宣布11月28日至年底 暂时停止在国内市场购买外汇 以减少金融市场波动 三星电子提前进行年中人事变动 将记忆体和代工晶片部门的高层大换血 传出已有许多员工遭降薪 高阶管理层薪资大减20%到30% 澳洲联邦参议院28日投票通过 16岁以下人群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法案 科技公司必须采取合理措施 防止未成年用户访问社交媒体服务 否则可能面临5000万澳币 超过10亿新台币的巨额罚款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